这个就是他们做五香卷啊 对五香卷 大家好 今天阿清在大三角的点心层 看做五香乳肉的过程 跟品尝五香乳肉 但是他们成品制作 有一部分是在家里 经过老板的同意 可以去他家里看制作过程 走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他们做五香卷啊 多于五香卷 它的料有 从芋头 芋头 还有青菜葱 还有砂格 这个是什么粉啊 这个叫什么粉 粉 什么粉啊 脏米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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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木薯粉 脏米粉还要放木薯粉啊 对 这是五香粉 哦 还要放五香粉 对 这个是放糖吗 盐 盐 盐哦 这是糖 哦 放点糖 你们全部都是弄丝 后来再能来包 对啊 所以来讲 这边要弄啊 差不多要 一个小时多 哦 OK 然后 现在我是要搅拌它 老板不怕别人学 所以今天就特意把 制作过程给展示出来 挺干的哦 对啊 这都要干干的 它不会太湿了 你太湿了 它炸的比较软 那你们还有炸什么东西 我有炸虾饼 还有炸鱼肉 还有炸那个 还有另外一种虾饼 比较厚的 你们这个是主要卖什么的 五香肉吧 哦 五香肉吧 对 它是有好像 怎么叫肉包哦 也不太懂啊 卤肉哦 哦哦 卤肉 对 这个是肉包 现在做好 搅好了 它就要包哦 哦 必须现在包 对啊 哦 不能 穿着 不能不能 我饿了 它要包 要 这个呢 是 中国人有吃的吧 这叫猪头皮 对 哦 你们这样子卤的 对 差不多了 两个小时多 等一下也是放在那边卖的 对 等一下也是放在那边卖 啊 虾饼的 虾饼的那个 原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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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也是 好 这样子卖 哦 这样子卖 哦 你们的肉还是清糖的 肉太长了 我要弄紧 是吗 后来等一下才炸 嗯 做好了 我全部才炸 再挺好 阿板 你看 很多功 那你这个饭的是什么 嗯 面粉 这个就是他们的炸饼了 四只加一个 这个薄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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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就熟了 对对对 这样子就熟了 就是说等一下我开盘口 在盘口那边再炸多一次 因为这边炸出去 他都不会冷气的 他都不会脆去 暖气的 他都不会脆的 这一片多了 一块饼 差点 嗯 好这个 这边有点 好 那快点吧 对 有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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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那个 肉姐多少钱啊 肉姐卖快八 哦 是这个哦 快八 嗯 鸡肉 可以炸第二样的 可以 什么东西 炸鸡头 鸡头 这个就是虾饼 另外这条 不能用一样的 不能 要很粘稠吧 不用 现在开始炸鸡头 鸡头还有瓜的 你看 这样子一片卖多少钱 一片卖快半 快半 其实这个 这个挺贵的 本钱就挺贵的 贵还不用捡 有时买来要整大包 坏的差不多要一半七 这个要翻很久吗 不要买 这个差不多 可能 可能 50个 给它走了 对 好 好 这里有30多年就对了 最少窝 这个蘑菇鱼的肉 对 放一点盐 这个也要炸掉 对 加利粉 加利粉 有带一点加利味 嗯 这个粉 对 这一片多少钱 这个啊 三块 三块 因为它有大小只 不能说一定说定一个价钱 对 最小块的是 最小块的 一块块半也有啊 有 有是它来的一大小只 它肉的 现在开始炸五香肉 就拍到这里咯 等一下去它店里打包 就这一点了 五香乳肉 我们去看一下 刚才炸的东西哦 就这些是吗 它这里有挺多炸的料了 有虾饼两种 一种厚的一种薄的 芋头 炸的 还有就是 五香肉卷啊 魔鬼鱼啊 别的我有些都不认识 最主要是有那个猪耳朵 所以我会点一下猪耳朵 等一下菜点嘛 去看它别的东西 这个辣椒了 他们自己熬了 卤汁是吗 卤汁 卤汁 哦 我这个虾饼两块 这个是芋头的对吗 对 这个看着它做肯定是要吃了 两个 这也太大了吧 这个是芋头它有仓方生的 芋头仓方生的 你自己做的吗 对 哦 那两块 ok了 这个呢 9元东西 对 对 ok 多少钱 全部是35块 35块 好的 好的 我还有方法 方法 对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这里去要40多分钟 哈 可以啦 总之你不要关切就好了 ok 可以 这个就是辣椒酱跟它的卤肉酱 这个藏在一起的 听老板说它的酱是甜甜辣辣的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五香卤肉 五香我知道 但是卤肉我真的有点不明白 所以我就问了他 原来这个才叫卤肉 我今天点的有点多了 一大盘 有猪耳朵啊 有五香卤肉啊 还有豆腐啊 虾饼啊 薄的跟厚的这些咯 来我们试一试 猪耳朵吧 它这个是卤的 早上卤的 这个 很久没有吃了 嗯 那耳朵的 这个呢 软骨 很有嚼劲 咯吱咯吱的想咬的 不用当这样吃 这样吃 我就觉得 不错了 这个是比较厚的虾煎 里面搅碎的虾肉 然后我们试一张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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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味道 虽然说没有虾了 但是它的味道挺 挺那个的 挺不错的 它的辣椒是酸甜酸甜的 餐的那个卤肉汁的话 讲实话啊 还行 这个呢 就叫五香卤肉了 因为它里面包的五香肉 还有芋头啊 外皮是豆皮 它里面有腌制的那一条肉 还有旁边是有芋头啊 这些 葱 大葱这些 这五香肉卷呢 是本来是外脆内嫩的 但是呢 打包回来的时候 就太长时间 就不脆了 但是里面很嫩 五香味也挺重 不会柴 今天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